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菜宴油市的田园种菜频道 这么一粒小小西红柿种子,几个月内就能长成小森林 在这个生长过程中,西红柿蜘蛛需要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养分 土壤是因为西红柿生长发育所需的所有14种养分 但自靠土壤的养分是满足不了西红柿高产的需求的 因此,为了让西红柿高产,我们必须施肥 根据施肥的时间不同,肥料分成鸡肥和醉肥 鸡肥就是播中和在移载之前用的肥料 醉肥就是播中和在移载之后用的肥料 西红柿的鸡肥最好用鸡粪或者其他粉肥 醉肥这最好适当是用水龙性化肥,如蓝水肥 这样就可以去两者之长,不两者之短 种出极高产又健康的西红柿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向朋友们介绍我是怎么给西红柿醉肥的 当然,给西红柿醉肥的方法很多 我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朋友们有更好的西红柿醉肥方法,请在留言区分享 一,移载西红柿苗的时候不醉肥 这时候的西红柿根系正在恢复之中,吸收能力较弱 因此光浇水就行,不需要在水里加肥料 二,蓝水肥 小苗仪在三十天之后就可以开始醉肥了 西红柿在开花结果之前最好的肥料是蓝水肥 蓝水肥是一种水龙性肥料 含氮、磷、钾、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四道土地之后,其中的养分如氨离子、甲离子很快被吸收 为西红柿的快速生长,提供营养保障 用蓝水肥给西红柿这肥,浓度一定不能太高 蓝水肥和脂,自带这么一个两头勺子 我一般将一大勺的蓝水肥加到五加仁的水里 搅拌均勻 西红柿这么大的时候 一吃两豆腐合吃的肥料就够了 将肥料在每一颗西红柿苗周围 这样较一圈 追肥不需要太多 如果将这么一桶肥料水都给一颗西红柿 西红柿也只能吸收其中一小部分 剩下的养分都浪费了 按照这个浓度,一个星期浇一次 一共就要两三次 如果西红柿开花结果之前,天气特别干旱 土壤特别干燥 这可以一个星期用两次蓝水肥 这样的情况下,一千勺肥料花在五加仁的水里就够了 3. 颗粒负荷肥 蓝水肥这一肥三个星期之后,形式应该涨得很大了 这时候停止使用蓝水肥而给用颗粒负荷肥 颗粒负荷肥的肥效慢一些,使用起来也更方便 在美国,颗粒负荷肥有很多种,这种10-10-10颗粒负荷肥是最常见的 美国也有12-12-12,16-16-16和19-19-19的负荷肥 这些负荷肥的成分都差不多 数字越大,养分含量越高,每次的用量就必须相应减少 我用手头的10-10-10负荷肥给星期之最肥 假装这些已经是长得很大的星期之助 刷一把负荷肥 在星期的这边撒一把 在星期的那边撒一把 十天半个月撒一次 负荷肥料的用量,在土面能稀稀拉拉看到就够了 不要用的太多 撒个之后,不用专门浇水 下雨或者浇水的时候 肥料会慢慢淋到土里,供西红柿享用 这个用量和频率的质肥 可以一直用到拔掉西红柿种秋菜 3. 铃酸二青甲 铃酸二青甲是一种很贵的铃甲肥,做一面肥最好 如果发现像是刮铃酸不好,可以喷一点铃酸二青甲试试 铃酸二青甲的浓度不要超过1% 我建议用0.5%的浓度,给香氏一面肥肥 称出19克铃酸二青甲 倒入喷污漆 加一加冷的自来水 放几下,让铃酸二青甲充分溶解 然后喷湿到香氏液质上 最好一直的正面和反面都要喷到 铃酸二青甲是一种无毒的物质 我们平时喝的一些饮料里也含铃酸二青甲 因此,喷了铃酸二青甲溶液的西红柿可以马上再来吃 最后,我提醒一下菜铃酸 不管什么肥料,在完全没有木头肥料的写行之前 肥料用量要凝少物多 肥料用少了,可以再加 肥料用多了,就很难拿出来 另外,我虽然向朋友们介绍三种香氏最肥 但我自己很少按照这个频率最肥的 我看香氏长得不错 风收再旺,就偷懒,不继续最肥了 等朋友们慢慢从新农民进化到老农民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偷懒,又能种出高材的西红柿 感谢光临采燕仪式的频道 请分享,请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我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